典礼请接拍 期待已久的双农景观吊桥 终于在20号盛大开幕 南投县长表示 截至目前 网络售票已高达3万多张 部落族人也希望 双农景观吊桥带来的观光效应 能带动部落人口回流 这个七彩吊桥 到目前为止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开放民众来订票 已经超过3万2千多票了 所以南投县对观光产业的发展 让我们的观光产业护施 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往外面 所以如果说部落上的经济 如果提升的话 孩子们都会回来 为了迎接观光吊桥带来人潮 已经有许多族人 沿着路边摆摊做生意 主办单位也加码在端午节廉假 举办一席案 部落观光嘉年华系列活动 希望游客不只是走走吊桥 还可以顺道体验部落风情 刺激消费 这一个礼拜当中 包括端午年假 我们都在双农国小 都有定期表演的一个活动 有邀请在地的原住民歌手 还有艺文表演的团体 还有一些原住民手工艺品 还有一些布农的一个风味餐 来提供给游客来选购 也会想要认识这边 当地的生活环境 他们的习俗什么的 都想认识一下 全长342公尺 深度约110公尺的双农七彩吊桥 是全台目前最深最长的吊桥 外观彩七彩涂装 象征彩虹之意 跟双农瀑布峡谷景观相呼应 走到野艺百步蛇图腾为主 呼应当地布农组文化 希望在带动观光发展之余 也融入双农的布农文化 原事新闻诺 南投心意 插榜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